你只要能信 你不反对 你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这一生 遇到这些灵鬼的事情很多 我曾经问过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不找别人 他答的话答得非常妙 因为你相信 他的真妙啊 我相信他就来找我 对啊 不相信的找他 也不理他 求他办一件事情他不肯办 他来找我的时候 求我我一定会给他办 这个就是感应啊 你相信你就会有真实 一点都不是假的 托梦 未必可靠 父神是真的 绝不是假的 催眠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从催眠 让他回去到过去时 再过去时 透露很多信息 所以我有很多信息 从他们地方来的 这些信息 自己要有智慧 去辨评 为什么呢 善神 有信息 卧神也有信息 如果我们什么黑白不分的话 肯定上当 那就被鬼神欺骗了 没错了 所以可以参考 如果不恶无情理的 就不要理他 或情或理 我们就斟酌心心来处理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能够自他量力 自己一定要以佛法 要以经典做依据 来处理事情 与经典所设定 理论 原则不相应 就决定 不能听他们的 那听他们的错了 与经典的原理原则相应 可以做参考 今天 明天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